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想出来了 实际上这就是神势的变化 精神上有一点神势的变化并不代表一定你是对的 很多人修心修到后来 感觉这是对的嘛 其实不一定是对的 要经常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 不要粗略的理解为菩萨在指导我 很多人动不动就说 我有个感觉 感觉不对再去跟人家解释 人家说你神经病 我有个感觉我老婆不开心了 跑过去老婆你不要不开心 我什么时候不开心了 感觉不一定正确的 感觉过头的人就是毛病很多 你整天在单位里跟老板感觉好了 感觉到最后老板就叫你回家去感觉去吧 这一定要记住了 不要粗略的理解为菩萨在指导我了 就有如你制造出一个产品 像衣服 做出来一个产品是件衣服 你要修掉很多边角料一样 你想出来一个事情 你要把它修的正一点 你要用佛菩萨的智慧 去修正自己意识的误差 就像衣件衣服 要把边角料剪掉一样 每一个意念出来都不一定正的 要经过加工提炼 才能成为一个正品啊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搞得清楚 意识当中有个意念出来 不知道它是对的错的 意识的整体概念 我们不知道 这个意识出来是好的啊 不好的啊 对人家好不好啊 不知道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但要记住 不要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意思 如果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意思 那叫执着 不能执着 因为你对自己的意识 你不能理解它的整体概念 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意思 比方说我就要改这个脾气 我这个毛病 我这个习惯 我要把它改掉 不要太相信自己 有的时候这个毛病 好的毛病改掉了 以后再也不要去帮助别人了 你看越帮越忙了 你看我帮助别人 是帮助的方法不对 并不是这件事情的主体意识不对 你没把人家帮好 是你的主体意识是对的 只是你不会用方法 很多人去救人 把人家救了跳起来了 你们有的时候去帮人家 为什么把人家讲得哭起来了 我为什么能够救人 把人家救了笑起来啊 人家听我 红法都是开心的 不得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